Who represents Canada Please welcome Yutako Wakamatsu and John Sebastian Fekto 好 下面出场的是加拿大选手若松和菲克提乌 两位选手是今年加拿大的全国双日华第三名获得者 自由华举目来自于 探戈乐队歌坦的探戈情仇和探戈四重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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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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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右手来支撑 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挡着 他最后这个右手腕有点不适应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抛跳 萨侯夫三周的抛跳 完成他还可以 他们第一个抛跳 就是开场的一个 后外机环三周女选手 单手是扶了一下兵面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做一个单挑 阿克萨两周的时候 男选手落兵之后 单手扶兵之后有一个翻身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这个动作 要结束得比音乐早一些 这个伤势看来还真是不轻 他真的正在用边块 来敷这个右手的手腕 但从刚才的表现来看 我们几乎看不到 他有一点这个手腕不适应 穿的长袖可能看不太清楚 不知道这手腕是不是打得绷带着 那么这就是最后一队 要上场的选手 来自美国的锦上和巴尔德温 他们是今年全美的双人滑冠军 裁判打分的时间 如果比较长的话呢 通常会在几个环节当中 要延误一些时间 一个就是在动作的 这个定级上 也就是他的每个动作 像他螺旋线 连转 接续步 他这个托举 他这个定级上 这是由技术专家进行定级 那么还有就是裁判 这个要打出一个执行分 就是在他这个 先确定他这个动作的 技术分 也是基础分之后 再根据他完成质量 打一个执行分 这几个分最后算出来 才是他的这个选手的技术分 和他后面的这个 五个小分节目内容分 好来看一下 53.18分的技术分 技术分目前是 依然排在中国的李佳琪和 徐建坤之后 排第二 节目内容分是 103.13 不是 49.95 自由华成绩103.13 短节目自由华总分 156.93 排第一 但下面这个